探龙 精彩继续 探龙 第五百六十一章 这是何孝迟大喜过往 大声喊道 来了来了 还是来了 这家伙跑不掉了 我还没见过 能从大王乌贼出手里逃脱的生物 不管是什么 只要遇上大王乌贼 那就是一盘菜 说完 他自己也觉得话说得太满 又加了一句 当然 神罗岛上的那些东西不算 它们不能算是生物 而是魔鬼 一句话说完 又一伸手指向那些触手 转头面向众人 一脸兴奋地说道 快看 你们快看 这触手简直就是恶魔之手啊 触手上的吸盘 具备强大的吸力 只要被他吸附上 根本就没有逃脱的可能 这条巨型的海鬼 在大王乌贼没来之前 是对我们具有威胁的 可他自己却把自己做死了 他连续对礁石发起攻击 撞坏自己牙齿的同时 血腥味也引来了潜伏 在更深水域中的大王乌贼 这一次 他完了 但你们千万不要以为 巨型海鬼就会束手就擒 他一定会反抗的 会用尽所有手段来反击 只要这两个东西一厮杀起来 不管谁输谁赢 赢的那一方都可以获得一顿美餐 而且分量会巨大到 足以令他对龙鱼不再有任何的兴趣 说到这里 显得愈发兴奋起来 我估计大王乌贼的迎面 占据百分之九十九 至于那唯一的一线生机 就是巨型海鬼 能够咬住大王乌贼的脑袋 不过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 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几乎等于零 因为大王乌贼 是我见过最鸡贼的生物 刚说到这里 金玉龙忽然就唬吼了一声 闭嘴 他这冷光梦站上就行了 巴拉巴拉说个不停的 谁没有眼睛上咋的呀 别站在那里指手挂脚啊 害着我关站知道不 羊子一听哭笑不得 估计也就金玉龙 能对大名鼎鼎的冬天王 说出这种话来 而冬天王好像很是金玉龙这一套 被金玉龙一吼 竟真的乖乖站到一边去 不说话了 而此时 那巨型海鬼 已经被几条触手完全束缚住了 三番几次挣扎 都是徒劳无功 那些触手上的吸盘 正如和孝痴说的那样 具备极其强大的吸力 牢牢吸附在巨型海鬼鱼的身上 几条触手一起发力 愣是拉扯着海鬼鱼 无法向前游动半分 随即更多触手延伸上来 不停缠绕住那巨型海鬼鱼的身上 巨型海鬼鱼依旧没有放弃 忽然猛地一转头 一口咬住一条身向他脑袋的一条触手 那巨型海鬼鱼虽然损失几根牙齿 但是杀伤力仍旧巨大 这一口咬下 竟生生将一条触手给咬断了 众人一起一愣 金羽龙一转头 看向何笑痴就说 吹啊 怎么不吹了 这片深海的真正霸主 深海之中的无敌杀手 手都被人咬断一只 我看你还是别吹了啊 趁他们纠缠着 先跑吧 何笑痴却已摆手 还不是时候 你太低估大王无贼了 这里这条 有十二条触手 咱们这时候出去 必定还会落在他的手里 最大的可能 就是成为 他使用巨型海鬼鱼之前的典型的 而且你们放心 龙鱼比我们更清楚 什么时候该逃 而他现在却还没有动 很明显还不是最佳的时机 花音刚落 忽然海水一阵晃动 随即从海底冒出一个 巨大的暗红色气球来 一下子就照在 那巨型海鬼鱼的脑袋之上 随即又往前一窜 那巨型海鬼鱼就不见了 随即众人才明白过来 从海底冒上来的 并不是什么气球 而是大王无贼的脑袋 可能是他脑袋实在太过巨大 从海底浮现处 需要一定的时间 也许自己一条触手被咬断 触怒了他 这个在海底世界 称霸多年的大王无贼 一从海底升起 就一口吞了巨型海鬼鱼 众人全都看傻眼了 之前巨型海鬼鱼出现的时候 已经让众人目瞪口呆 他们虽然个个都是好手 但毕竟只在陆地上生英雄 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圣物啊 到了海洋之下 巨型海鬼鱼的巨大 已经颠覆了他们对鱼类的认识 但就在他们刚刚接受这个认知的时候 随今又被颠覆了 那么巨大的海鬼鱼 竟然被一口吞了 一口吞下巨型海鬼鱼的大王无贼 似乎也极为满足 对自己断了一条触手的事情 并不赏心 随即十几条触手一起晃动 立即带动一股暗流 十几条暗红色触手 在海水中不断地晃动 视觉上已经对众人造成极大的冲击 更何况这大乌贼的两只眼睛 正死死盯着龙鱼所在的方向 对于龙鱼来说 在遇到巨型海鬼鱼的时候 躲在这里是安全的 但是遇上大王无贼 这个礁石缝 则一点保护能力都没有 就在大王无贼一看过来的时候 龙鱼松的一下 将嘴巴合了起来 随即从礁石缝中垫射而出 在海水中划出一道水线 向深海之下击窜 那大王无贼大概吃饱了 毕竟那条巨型海鬼鱼的分量 可是不轻 一见龙鱼从缝隙中逃出 却并没有追击 只象征性地用触手延伸了一下 看着好像是准备对龙鱼出手 但只是做了个样子 随即就缩回去了 而众人在母龙鱼的口中 被母龙鱼带着直下海底 再一次死里逃生 这一次龙鱼没有再停留 在深海之中分一般下潜着 随着深度的增加 龙鱼的身体逐渐发生变化 越变越扁 只有脑袋不变 到了最后只剩下皮一般的厚度石 终于落在海底沙石之上了 这海底布满了礁石 礁石上生长着各种五颜六色的东西 有的像贝壳 有的像海草 有的像虫子 还在一身一缩地蠕动着 但有个共同点 就是每一种物体都闪烁着 和自身颜色一致的光芒 将整片的海底世界映射得光怪陆离 而那龙鱼一落到海底 立即一弹 身体迅速恢复了原样 随即往前一窜 就钻进一个礁石洞穴之中 您刚才听到的探龙 下集更精彩